第4836集 肖玉不等煞尸大力说完 掌尖指印开河 玄机整座气势绝境外围开始颤抖起来 苍穹之上随着一声暴响 一大块空间碎裂开来 手臂粗细的金色雷霆落下 金色的玄雷肆虐整座空间 不住地劈打着苍穹 九天之上瞬间便是无尽的斑驳裂痕绽开 这是守护者的力量 那个家伙临死之前居然还留下了这一手 沙石大地惊呼出声 原来那个家伙陨落前 最终还是留下了后手 这金色的玄雷乃是前任守护者真正的本源之力 回去吧 你本不该出事 肖玉脸色苍白 虚空之上无尽的金色玄雷咆哮肆虐 一丝雷光溅落在沙石大地的身上 一条沙壁旋即爆裂开来 痛苦的嘶吼之声传出 沙石大地脸色猙獰 满是癫狂之色 冷声道 就凭你也想封印我 杀魂法身 作为曾经的强者 哪怕如今巅峰不在 但凝聚的法身之力 也远非寻常强者可比 无银天际之间 茫茫的白沙自九天倒流而下 浇灌起一尊黑金色的沙身 眉宇间神似煞世大地 无银的沙海瞬间被抽干 原先隐藏在大地之下的奇异阵法 显现而出 法身之上血脉纹路清晰可闻 掌印开合 将苍穹整个凿川 引得无尽的风暴乱流之力涌入 用以抵抗金色悬雷 金色悬雷化作的一条条铁锁 不断地缠绕 沙氏大地的法身之上 但却被法身灵敏地躲开 沙魂法身将双掌探入凿川的 虚无空间之中 将虚空乱流的一片片拉扯而出 与金雷激战 操控战金色悬雷的萧玉 同样承受了莫大的痛楚 毕竟他不是守护者 虽能调动金印之力 但他同样被气势绝境 镇压的大魔 悬雷对他也是造成了同等伤害 若非那强大的神魂之力 早在这雷洁之下消散了 萧玉 你毕竟乃是残魂 这雷洁奈何不得我 在此之前 我要先看你陨落了 沙氏大地一掌 拍在自己心口处 彻底断绝了自己的一缕 本源神魂 避免萧玉陨落的同时 也牵连到自己 强横的气息 瞬间散去不少 沙魂法身也是虚幻了几分 被一道玄雷击中 躺下了温热的血 就在今日送你上路 沙氏大地洗一闪 不禁大笑 虽然重伤 但能彻底解决 这个心腹大患也值得 你以为我魂点尊 是无名之辈 九天金龙 宁 萧玉以身作隐 将苍穹之上的 无尽玄雷 吸附归拢 强横的封印之力 瞬间便是将其神魂 一般剿灭殆尽 一瞬间 饶氏以他 也承受了莫大的痛苦 你疯了 沙氏大地此刻 几被一阵发麻 那瞬间便是将 消遇神魂泯灭的存在 无尽的金雷涌起 生腾 在天地间 缓缓凝成一条五爪金龙 天片林甲闪烁金芒 龙眸之中 雷球滚滚翻飞 龙手宛若一座大山 龙渠隐匿于 无尽虚空之中 不可窥其全貌 唯有龙尾处恐怖的 金雷弥漫缭绕 金龙出现的瞬间 大地之上的深色阵法 旋即金光大战 倒流之势 吞吐万物 将无尽破碎的虚空 都是吸了进去 滚回到你该 长眠的地方去 小羽一声力喝 此刻战场另一处 双滑 天学心一剑挥出 剑芒索要之处 隐隐扭曲的空间 都被彻底冻结起一道 锋利的冰墙 连同周心忧的视线 一并遮掩了去 哼 不自量力 周心忧还以颜色 两位气质清冷的家人 此刻却是大打出手 以强大武道站在了一起 武道意运和虚空波动炸裂 而此时的阴魔圣祖 和叶辰这边 这小子 力量与度提升了 不是一个档次 阴魔圣祖眼神一宁 修长了一爪 再次划过叶辰的胸膛 与先前不同的是 这一次的叶辰游刃有余 还是太真静 但却发生了质变 看来 从吴天和羽黄谷地 分身下逃离的消息 是真的 上一次两人交手 还是一边倒的局势 如今一些时日不见 自己竟然奈何不得 眼前的叶辰了 这令得一向 自傲的阴魔圣祖 有些难以接受 漫天血雨 此刻的阴魔圣祖 再次施展自己的领域之力 阴魔圣祖丹田处 一阵兴芒闪动 就连叶辰此刻体内的 阴魔天使 都是一阵异动 这是来自于强者的威压 阴魔天使虽为圣物 但随着叶辰的修为 其爆发的威能也有限 面对眼前的这个家伙 竟是被压制了 轮回之主 我承认你很强 成长的速度也很恐怖 但现在的你 可破不开我的领域 阴魔圣祖阴寒的一笑 无尽的血雨自虚空低落 每一滴的贯穿力 都是化作一道沙芒 将大殿内的空间彻底击碎 享受身体被刺穿的 美妙滋味吧 一瞬间 倾盆血雨洒下 无数道星芒以点盖面 将整座领域完全笼罩 其中恐怖的血腥气冲销 叶辰 天血腥一声惊呼 几日前 他便是败于这一招之手 若非联盟众人及时赶到 恐怕已经陨落 与我交手 也敢分心 周新忧瞄准时机 一剑狠狠刺向天血腥的腹部 天血腥猛然退后 但还是被剑气伤到 一抹圣祖立鹤 整座领域被兴芒淹没 嘶哑的笑声回荡而起 轮回之主 羽黄谷地和吴天杀不了你 不代表我杀不了你 下辈子不要与本座为敌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淡漠的声音突然响起 哦 只有这种程度吗 血红色不见无耻的领域之中 叶辰一声不懈地冷哼响起 什么 阴谋圣祖大惊 无往不利的领域竟然失效了 血色散去 叶辰完好无损地站在原地 周身淡淡地迎辉缭绕 眼眸之中闪过一丝玩味 漫天的血色沙芒 不仅没有破开叶辰的防御 仅是在其磨灭了一缕叶辰 壁体衣精而已 裸露的上身胸膛 无数的伤口猙獰可怖 六道轮回的图案隐隐闪烁 同时一只鲜红色的火黄 在叶辰的肌肤之上翻转跃动 格外兴奋 火黄自叶辰的脉络 清晰的肌肤下不断翻飞 前胸至后背显得格外诡异 那便是圣天神火的本游火黄吗 不远处的天血心难难自语 就连一旁的周新幽也是一愣 好强大的血气之力啊 先前星域一战 这神火本就是不灭之焰 血气滋生处 邪火亦是永不息 如今这强大的血气之力 结合盗灵之火严玄二 令得体内的神火一阵翻涌 就连其主叶辰 都是为这强横的血气灌溉充了天灵 眉宇之间闪过一丝邪气 公子 严玄二短时间也无法掌控着圣天神火 突然 严玄二对叶辰道 叶辰能从中感受到严玄二的无助 盗灵之火固然强大 但需要慢慢进阶 直接将盗灵之火和圣天神火融合 必然会出现诸多问题 快撤 叶辰仅存的一丝理智传音给天血信 双华剑芒一闪 家人瞬间顿走 恐怖的高温瞬间升腾而起 叶辰的肉身瞬间被火焰包裹 仿佛凝坐了一团鲜红色的火流爆散开来 那足以蔑视的火荒之力被阴魔圣祖的血气之力彻底点燃 火荒冲销而起 将整座大殿瞬间融为洪流 周兴悠那万妙的身姿也在火海之中彻底化作一团肉泥在蒸发 该死 这是什么东西 全力防御的阴魔圣祖早在见识不对的瞬间便顿走 饶是如此恐怖的火芒沾染了一丝都是令得其神魂一阵刺痛 而且他惊骇地发现此火不灭 星域内内置无匹的火荒再现 不同的却是那鲜红色的火荒眉心处 仅有一丝微弱的火芒印记闪烁 宛若风中残烛随时有可能熄灭 叶辰出手将此疗封尽 萧玉一声大喝对着九天之上展示的火荒立鹤一声 有人在呼唤我 恢复了一丝清明的夜沉 眸子一宁 自己正身处火荒的心脏位置 清晰地感受着体内小家伙传来的温度 颜旋儿 是你吗 还是说你是那头火缝 肌肤之上的火荒翻飞 九天之上的万丈神皇 亦是做出了相同的动作 这一刻夜沉与圣天神火 真正彻底的合二为一 真感谢阴魔圣祖那霸道的血气之力 才激活了 回过神来的夜沉这一看之下 才是发现那狡猾的阴魔圣祖 早不知何时 已经顿去了踪迹 夜沉 又是萧玉一声力喝 夜沉这才回过神来 九天之上的五爪金龙光辉 淡去了几分 很显然 萧玉也是受到了金龙之力的摧残 已经快要无法维持形态了 沙士大帝化作的杀魂法身 也同样好不到哪儿去 仅是仓皇抵挡而已 天雪心望着近在眼前的一幕 彻底张大了红唇 这 这是夜沉 龙凤何名 萧玉惨白的脸上挂起一抹笑意 仿佛已经提前预料到了结局 九天之上 望不见边际的火黄震翅一扇 根根神雨散落在地 燃起无尽的红色火焰 若不是眼前倒转的阵法吸附之力 将万物吞进 恐怕此地也要像星雨一般 被神艳生生啄穿 夜沉只感觉肉身瞬间传来的疲惫感 让他的眼眸快要睁不开了 可恶 调动如此庞大的神皇之力 仅是振智 便是令得自己如此难堪 夜沉思考片刻 便施展八卦天丹术 以及天仙锦礼钞 再结合轮回玄碑中 主复苏的灵碑 强大的生命力涌出 开始衍生 开始衍生 作词